大家好 我現在在 Bayfield 帶大家介紹一間雙車房獨立屋 好處是這條街走到尾 就像是條條條自然跑步 現在我們是一個開停泊六部車 在這邊的 Interlock 全部都做完的雙車房 最特別是Nord 雖然很漂亮 但最重要是裏面的全部都做過 翻身了 而且屋根本都做好了 我們的屋根本有一個叫做 Workout Basement 所以屋根本就像一有一樣 我們現在一齊進來看看吧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在 Richmond Hill 裏面 一間雙車房五個房五個廁所 Over 3500 呎的空間 Basement 都做好了 進來全部裝修都做好了 由開始的門 電子鎖 和下面的木板都做好了 我們現在一齊慢慢來看 進來的時候 這個圓關 其實空間當然很好 然後後面的洗手間 可以和大家看看 然後很多細緻的東西 全部都積好了 洗衣機乾衣機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新的配備 再加上現在這個洗手間入到這邊 看到的 我們最喜歡的 有陽光射進來之後 配上水晶燈一樓 我們從這邊來看看 這個也是平時我們最喜歡的 Open Concept 這個就會分成了 今天這邊有一個廳 待會那邊就有書房了 這個廳是以兩個廳打通為主的 後面的Windows 對正的空間感很好 然後在這邊看到 我們放這麼大張沙發 然後放在這兩邊 有張小的椅子 加上這邊的餐桌 所以就可以做到平時的 Party 這邊 我們一邊吃飯了 我們現在去到廳的中間 準備進去廚房了 廚房呢 來到這個鏡頭 想和大家介紹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這個 大的Family Room 我們V Family Room 又是更新了Smooth Ceiling Port Night 以及這些石牆的Fireplace 上面放在電視一樓的 然後這個樓 然後就到這邊了 然後這一邊 我們會看到後面的Deck 我們叫做Walk Out Basement 我們在下面 然後到樓梯可以到下面 我們其實上面 這邊在Deck的空間 BBQ的時候 這個廳的位置很舒服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 這個就有個酒窖 可以放走 以及很多不同的空間的櫃桶裝飾 現在這個 這個Island 再加上這個Piece 和後面Bash Blash 是方便很多的 因為這個空間景色這麼大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社區 每個都很大 但唯獨是裝修 所以每個都可能很傳統 而這一間就是全部製好 然後到下面的飲水機 製好了 軟水機加上給你 還有一個新式的熱水爐 現在這一間是一個書房 其實如果你到時用不到 或者變成BB玩的地方 又或者變成小型的睡房 都沒有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deck 到時我們有一張照片 或者這些 因為這些是California Shuttle 這裡其實是很多叫做私人訂製的 所以這些是平時為了門去量身訂製的 而我們這邊出去的 鄰居的空間是一大段距離 所以進到今天過來 看到有些小蟲子 有些小蟲子 後面的deck 和下面都做好了 下面做一個可以聊天 平時玩的deck 和下面的磚和石 都有空間的 Basement 已經做好了 這個地方 整理完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似乎是一個新的Basement 這個地方 下面所有Demonnaie都做好了 整理完 下方的地方 還有一個新的Basement 這個地方 下面所有Demonnaie都做好了 這個地方 整理完 這個地方 整理完 整理完 而且平常的Walk Out Basement 就是這邊 出去的時候 樓梯可以上到二樓 基本上在地表上面 這個Basement不覺得像Basement 很像一樓的感覺 而且又有洗手間又有房間 所以你們平常可以住又可以玩 我們一起上去二樓看看 我們一起上去這陣子 我們一起上去 大家可以上去 我們一起上去 我們一起上去 等下 我們一起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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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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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三兄妹 歡迎你收看 你對這間樓房有興趣的 立即聯絡地產三兄妹 或者想找找最近二手市場的動向 都歡迎你和地產三兄妹聯絡 多謝你 下次再見 再見